大家好 我是小思 今天跟大伙聊点关于保险理赔的事 因为我看到很多朋友在后台的留言 都在抱怨这个事 说小思保险这个东西 就是买的时候容易赔的时候难 甚至我也看到有些朋友留言就更极端了 说保险这东西就是骗人的 就是骗着你买进去 最后有一万种理由不给你赔等等 这件事应该这么说 两方面 第一个方面 之前因为咱们国家保险行业发展的历史还是比较短的 之前不管是从保险公司的角度来讲 还是从一些保险业务人员的角度来讲 的确有挺多的不足 造成了不少的纠纷 这个地方被诟病 我觉得大家就忍了吧 这个东西无可厚非 的确你之前干的不好 但是另外一方面 也有过度渲染这些 保险公司应该说这几年 尤其是一些大的保险公司 或者说成长素质比较快的一些中型的保险公司 在服务理赔这方面 进步还是非常明显的 很多保险销售人员 或者说这些年保险销售人员的整体素质 提升也是比较快的 至于说什么保险公司就是骗人的骗钱的 拿了钱不赔 我觉得这种说法就绝对是过度渲染了 咱们理性的来看 这个理赔时候容易产生纠纷的这个情况 其实可以分成四种 我觉得我们通过一些措施是可以规避掉的 哪四种情况最容易产生纠纷呢 我今天帮大家稍微的梳理一下 这个第一种叫免责条款 很多朋友买保险的时候 这个压根就不看合同 或者看合同的时候 只看保什么 就只看这个保费保额保障条款 往往会忽视那个很重要的免责条款 就是你一定要看保险合同里说 我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是保的 同时还要看什么什么什么情况是除外的 你比如说意外险 很多朋友就觉得买了意外险之后 我出什么意外都给赔 其实不是啊 很多意外险的就著名了 你像什么骑马啊 攀岩啊 这种极限的什么这个高危的东西 人家是不赔的 所以大家关于免责条款这件事 一定要看清楚 这是第一个啊 免责条款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带病投保 或者没有如实告知了 这个事其实用白话说 就是你先上来骗人家保险公司 人家保险公司最后不赔 你是有理由的 所以咱们之前做过很多的